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修一个手电钻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这个手电钻 他说不转了 让我来给他修一下 我们先突然间来看一下 确实是有问题的 不转 没有任何的反应 然后这个 正转和反转都是 没有反应的 他不转 客户说他在使用的时候 听到里边有啪的一声 然后有个火花 就坏了就不转了 具体这个火花是线的问题 或者是碳酸的问题 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 我们先把电源拔掉之后 然后再拆开它 拆开以后 仔细检查一下 看这个线 看着并没有问题 然后看这个电机 这些线圈 包括这个钉子 和转子上面的线圈 看着是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先用光表测量一下 看一下这个电源线 有没有问题 看到有没有断 电动工具 一般的实验长之后 电源线 其实坏的是比较多的 电源线没问题 然后再检查一下 另外这条 电源线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再检查一下 看这个碳刷 它也是没问题 你把碳刷先拽出来 碳刷是没问题的 把电机 我们给它拿出来 再看一下 仔细观察一下后 我们就找到原因了 我们看一下 钉子上面这条灰色的线 看到没有 这已经烧断了 它的问题呢 就是这条线 烧断的原因 看着别的线 我们再看一下 另外一条线 已经露出来 里边的电心了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线也快要断了 但是这个 为什么这条线 没有皮了 还有这个 为什么烧成这样了 它的原因啊 是在这边 我又把这个电机 装起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两条线啊 它这个原因就是 这个电机 转子在转的时候 它一直磨 这两条白色的灰色的线 磨时间长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线 给磨断了 原因就在这边 它这个设计 是没有问题的 它这个应该 就是厂家的组装工人 安装的时候 它把这个线 其实呢 这两条灰色的线 应该放在这个槽里面 或者是放在这个槽里面 它是没有放在槽里面 线直接从这儿过的 这是安装工人 不负责的原因 现在呢 我们把这条灰色线 给它重结一下 结好之后呢 我们再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 修好这个手电钻 把线用电烙铁焊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 它套个 折缩管 然后呢 我们把它再装起来 测试一下 看一下 这个 有没有修好啊 应该是没问题了 装好之后 电机上这个 钉子上面 三条线 都是从碳刷下面过的 不能从这儿走了 从这儿走的话 还是会磨化线的 现在呢 我已经把壳上的螺丝 都给它安装上去了 我们突然电 来试一下 看它能不能转啊 没问题了是吧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反转 也是没问题的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